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可以治回来的 可是如果你刚好 你妈妈比如说她就是一个 很提早来的人 这个时候你等于是用外力的方法 让她更早就结束了 是啊 先天不良了 你刚刚说医生也这样跟你讲 对啊 可是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大家都不相信 大家反应都说 怎么可能你才几岁 就是软潮提早退化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是我朋友的朋友跟我讲说 他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 今年33岁 然后他说他的人生已经变黑暗了 因为他得了那个软潮提早退 所以他现在已经停经了 33岁 33岁 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 然后他学历非常的高 所以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压力很大的 一直不断在求学什么的 然后就是整个生理时钟大乱 可是那时候根本没有感受 因为年轻 然后再加上可能长期熬夜 然后再加上饮食不正常 但是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真的都没有感受 一直到他过了30岁的时候 他才惊觉 为什么我们的月经很久没来敲门了 然后他才去看医生 然后接着因为他已经有男朋友 然后两个人要结婚 然后开始想要生小孩 才发觉这个事情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他才去做了检查 然后医生就宣布 所有检查做完宣布他就是这样 就不孕了 不可逆了 所以听起来就是不孕 更年期 另外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吗 更严重的我们最担心就是说 月经如果长期不来 子宫内膜他会增后 每个月我们是增后以后再剥落 你长期不来他就一直在增后 这慢慢的就会增加这个 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癌症 会有一个癌症的风险 所以如果真的月经都没有来 超过两个月以上 还是建议要去医院或是诊所就医 不要等到 有的人是等一年都没来才来看 真的不晓得在想什么 只是在想说他根本没来太好 不是 因为有的女人正在认识说 平常被这MC反死了 他就觉得OK 对 对 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个疾病 叫做多囊性卵巢 多囊性卵巢的患者 他大部分会容易发胖 发胖以后他又吃减肥药 他可能发胖 然后月经不来 然后他又吃减肥药 他又月经不来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月经不来 可能是因为我吃减肥药造成 自己认为的 可是实际上他是有得到 这个多囊性卵巢的这个急患 这个急患还是要及早就医治疗 才会赶快可以把它扭转回来 而不要说自己好像认为说是 减肥药 减肥过度的 就不管它这样子 不过我刚刚讲到这个案例 像慧如说这一个33岁的女孩子 那个更年期提早一来 或是她的卵巢子宫 就整个退下来 这个真的是有 救不回来吗 但是有很少数的案例就回来 这个慧如讲 这个我们医学上是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叫卵巢早衰症 就是小于35岁 他就月经不来 我自己的朋友是有亲身案例 就是医生可能工作太忙 那他可能28 9岁 他就先发现月经不来 所以变成说他也没有办法生育 那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因为他更年期太早就经到来 所以是还是月经没有来 还是要看医生 不能就是这样把它摆着 到底是几天之内算正常的 我们一般认为21天到35天 都还算正常 21到35 那因为每个人排卵的时间 跟他荷尔蒙的浓度高低 还是略有差异 也不能说35天就一定异常 那也不能说21天 它是偏短 那可能比较不好受孕 但不代表它是异常 我以前是曾经40天才来 有一段时间都是40天 但是也是规则吧 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可能就工作忙 压力比较大 然后他的生理期自然就调成40天 40天 这样才还可以怀孕 对 但是他是规则 40天就会来 还是算得出来 至少还算得出来 好 那如果是不规律的 惊喜很温乱的 来 终于怎么调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终于怎么理解这个月经的周期 这边有三个 前 中 后 那前 中 后的分法就是以排卵期 那所谓的前期是指排卵后 这是第一期 排卵后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是阴阳相转的时候 因为在月经过后是属于阴 那排卵之后就变成阳 因为阳子它可能要受孕 所以我们这时候才补阳 一开始不补 等排卵之后才补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阴虚的体质的话 其实你就是增加身体的阳气 你要让身体保持温暖 不管是刚刚讲暖暖包啦 或者是保持腹部的温暖 你还要多吃一些有利于筋血来运行的一些食物 那是什么 像羊肉它补羊 或是红糖它一样是补能量 那像义母草这种东西都算是这个期间可以吃的 那第二段期间 金钱七天到两天 已经变成羊的时候 怎么样让羊长得更好 这个时候就是说 怎么样让你的内膜长得更好 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 跟我们的肾气有相关 那肾是先天的嘛 你没有办法去调理 可是脾胃是跟我们后天吃的食物息息相关 所以刚刚讲的不是冰冷的还是适用 而且要定时定量 所以我们怎么做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 刚刚讲像山药羊肉一样 还有虾子海鲜类都是这个时候可以吃的 那最后就是说月经已经来了 在月经期间 就是整个期间它是一个阴的时候 那阴血要整个排掉 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 让它的荷尔蒙的运作比较规律 所以这个时候吃一些甘血 像这个红枣 老姜跟樱桃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 如果你的周期不正常的时候 我们就先从这样子 羊肉 红糖这种开始吃起 吃七天之后 转成这种脾胃的调理 然后再来再吃一些 就是让月经可以下来的食物这样子 对 那你西医的建议呢 如果正在乱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哪些生活饮食的调整 正在乱的人 其实生活饮食要调整的部分 其实还蛮多的 包括生活要规律 那你的饮食也要规律 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 荤素不要就是不均衡 有人是一直吃荤的 吃太多素的也会容易要月经温乱 那再来如果有在减重的朋友的话 一次不要减太多 那口服的这个卡路里 一天还是要至少要大于800卡 不要说太少这样子 太低热量不好 太低热量的话月经也会不来 就开始乱 好 雅艾师 那最后也帮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年轻的时候 当然我们有时候少不更事 这个不长一次 不经一次不长一次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面对自己的妇科 有些事情我们真的要注意的 我觉得最基本就是说要预防感染 刚刚前面提到的 包括说你的生活习惯 从你饮食就要开始 饮食要规律 那做一些有规律的运动 它也可以帮助这个卵巢的血液循环 那再来就是说 卫生月经期间 卫生棉一定要定期更换 那卫生棉除了要定期更换以外 发炎的时候尽量也不要垫护垫 那这个护垫如果说有脏污的话 内裤就是用换内裤的方式 或者是赶快去厕所清洁干净 这些都是最基本 还有上厕所的时候 要从前面往后面擦 尽量不要由后面往前面擦 会把后面的细菌带过来前面 那月经的部分呢 除了饮食的部分 就是要均衡以外 也可以参考中医的部分 那就是食补 但是如果一旦发现经痛的话 我还是建议要先去就诊 因为有可能是激发型的经痛 激发型的经痛可能是 子宫内膜异味 或者是说子宫肌瘤 或者是说有其他 甚至卵巢瘤 或者是其他疾患 都有可能造成经痛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就医 延误了这个黄金时期 甚至有可能未来造成你的不孕 大概最基本就是这些 好 那彭医师 我们年轻已经不懂事了 现在已经有后遗症了 是 我们要怎么办 就是不用担心了 中医调腹壳不外 肝皮肾 这样的丈夫 那肝是煮血 所以怎么养肝呢 龟律的作息 不要常常生气 保持肝气调打 这样就可以养我们的肝血 那脾胃怎么调 跟饮食相关 龟律的饮食 然后吃对食物 不要太吃冰冷的东西 然后油炸高热量的东西 这就是建议 那肾气怎么补呢 晚上早一点睡 早上早一点起来 龟律的作息 然后加上运动 这样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肾气了 OK 里面听起来最难的应该是 不要常常生气 可以常常听一下阿姨姐姐的一些 放这聊一下就对了 是吧 如果大哥有些问题 就来找一下贝罗坤 聊聊他们现在的状况 对不对 激励一下自己好不好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